现在我来介绍的是数系的性质 那我们常常都知道说 我们的有理数的话呢 具有稠密性 何谓稠密性呢 从我们的整数来说起 整数的话呢 上面的话呢 是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它是一个间断 一段一段 一个一个点 一个点 那有理数是什么意思呢 有理数就是 它是两个数字相除的 那我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有理数的话呢 我们常常习惯用Q来表示 它其实的话呢 原来的话的意思是Rational 它的意思是说 它的话呢 是两个数字相除 那么我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它什么叫做稠密性呢 稠密性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这两个数字 它中间一定还有一个有理数 根据我们的相加除以2 有理数加有理数除2 一定是有理数 那各位同学想一想 1到2中间有1.5 1.5中间又有0.75 0.75跟1中间 是不是感觉起来是非常的密 非常的密 只要有两个非常靠近的有理数 它中间又会有一个有理数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就称这个有理数具有稠密性 它所谓的dance dance list dance list的话呢 就是说它非常的密 非常的密 好 那我告诉各位同学 它到底有多密呢 它是不是这条线 全部都满满的布满了这一条竖线呢 那可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它其实还是不够密的 它还是会有漏洞的 古希腊的避世定理里面的话呢 他们有曾经的话呢 就研究过这个题目 这个是1 这是1 那这个地方是根号2 他发现的话呢 这个根号2 是永远永远没有办法把它写成有理数的形态 那么于是的话呢 我们知道说 有理数的话呢 中间其实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漏洞 那那些漏洞的话呢 是应该是由无理数所填满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说有理数是具有稠密性 虽然它非常的密 但是它还是有漏洞 那么我们来介绍的是real real的是什么呢 它的话呢 是实数 实数的话呢 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它有什么性质呢 它具有完备性 什么是完备性呢 completeness 完备性的意思的话呢 让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如果说任何的一个数列 它是一个递增的 它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但是它也有上界 所谓上界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话呢 是不是一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到永远无限大的 它的话呢 会有一个数字在它的顶上 它永远过不去的 那么我们就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所有的像这样的数列 递增的数列 它都会收敛在它自己的 实数里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同学的话呢 实在觉得不是很了解 那我举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看一看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比较进阶的题目 让我来说 我们的话呢 举一个例子啊 像我们的最常见的一个级数 我来写一下 是一的平方分之一 加上二的平方分之一 加上三的平方分之一 一直在加 点点点点点 一直往 一直往越来越大的方向 那各位同学 它所形成的数列 第一个数字是这个 第二个数字是两个相加 第三个的话呢 是三个相加 第四个是四个相加 那各位同学想一想 这都是有理数 有理数 有理数 那这个的结果是多少呢 这个结果同学可能不知道 但是的话呢 我们以后会遇到了这样的证明 它是六分之 π平方 这个结果让人非常觉得 非常讶异 π是一个无理数 π的平方 它也是无理数 无理数除以有理数 它还是无理数 也就是说 这个有理数的话呢 是不具有完备性 那完备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质 我们的话呢 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数线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函数 一个实数系的函数 左边这个数字的话呢 这是a a的值是小于零 b的值是大于零 那它是一个连续的函数的话呢 那我们就肯定的说 a b之间 至少要有一个根 这个就是所谓的 勘根定理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地方是x是 属于r 那就ok了 假设它是属于的是q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把握了 因为q它不具有完备性 它只有聪明性的话呢 还是不够的 它可能会有漏洞 那我们的话呢 这个地方 这个定理 我们就称为勘根定理 我们以前都用过 那我们的话呢 这个单元大概就介绍到这边